第三个 有同门把祭宝瓶请回去 放在自己卧室 请问这会不会对财神不尽 毕竟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而且有伴侣时 可能会有行皇室 那会不会不好 这真的是很佗大 你以为行皇室是脏的吗 你在做脏的事情吗 我告诉你 你在做亲近的事情 懂不懂 你知道密教 在印度很多密教行者 它是裸体的 不是外道 不是裸行外道 密教胆特拉 密教胆特拉的修行 是裸体的 那是很神圣的事情 逆为行皇 那是很得底的事情 No 搞错了 你是不懂得规矩 人家懂得规矩的 行皇会懂得结界 那种结界 包括 很简单讲 男女在一起 先观想莲花 床是一个莲花 不是讲一遍 床化为莲花 你们两个躺在床上 莲花的中间 然后莲花再把它包起来 就合起来 就合起来 观想莲花 合起来 变成莲包 鬼神都不见 这就已经结界了 因为男的要观想本尊 你的也要观想本尊 秘轮一个是莲花 一个是金刚处 要做这三种观想 这个就是结界 那是很神圣的事情 不要把那个讲 看成德底 你如果看成德底的话 每个地方都有神 这地下有地基主 西空有巡逻的神 你逃到哪里去 你都是脏的 我告诉你 我的床头上 是十人金刚 我的床旁边 是瑶石金母 跟虎头金刚 我睡觉都是有结界的 先把整个南山亚瑟 这个闪盖从虚空中下来 包住整个南山亚瑟 我还有床的小结界 我有两个结界 第一个南山亚瑟的 整个闪盖盖下来 把南山亚瑟全部盖住 他的范围全部盖住 第二个把自己的床全部盖住 那这样子 你行房事会不会对财神不敬啊 会不会 不只有财神啊 还有地基主啊 还有床神啊 床也有神啊 床也有神啊 你晚上小孩子常常哭 你拜床母 他就会好 所以聚宝盆回去放在自己卧室 因为现在啊 目前来讲很多单身汉 他只有一个房间 他不要摆哪里啊 他当然房间进来 水流的方向 一个角落摆在那里 每天晚上睡觉 你把床结界 你就可以睡觉了 你要行房 也可以啊 刚刚我讲的那个结界 三种结界 你记住了 就是亲近 那这个回答 这个马来西亚 莲花药笼的问题 这样听清楚没有 谢谢 financi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